嗨 大家好 我是鴨鴨 我們今天的來賓是公盆新衣 在名偵男柯南中有兩大派系 柯哀派 Yes 新蘭派 那這支影片中我會解釋 為什麼小蘭是最適合新衣的人 那柯哀派比較不適合的原因 我會放在這支影片的最後講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首先先講講小蘭的外表 雖然新衣從來沒有正面說過 小蘭到底是不是她的菜 頂多只有這樣 但其實從多方佐鎮可以看得出來 小蘭其實是很漂亮的 像是很久之前她就有被電影導演看上 也曾經有雜誌拍過她 最重要的是小蘭的身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新衣其實有個隱藏版的設定 就是很喜歡大胸部的女生 在小五郎同學會殺人事件 還有紅衣女的慘劇中 都曾經有過因為柯南看到了小蘭的裸體 而噴鼻血的狀況 在第一集 小蘭看到柯南抱著她說 可愛的時候 柯南也有在她懷疑這樣 呃 胸 胸部 而且在紅色的休學旅行當中 新衣的同班同學說 他們班上有三個人氣非常高的女生 都在他們班 其中一個就是小蘭 然後講到要偷看誰洗澡的時候 男生們的第一個反應也都是小蘭 所以由此可見 小蘭是一個又漂亮身材又好的女生 如果有這樣子的青梅竹馬 應該很難不心動吧 不過外表這件事情 我承認是有點薄弱 又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外表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講到第二點 個性 新衣的爸爸是世界知名小說家 媽媽是當紅隱退女演員 她遺傳到爸爸的頭腦 媽媽的長相 可以算是人生勝利主 所以也因為這樣 新衣的個性會有一點目中無人 有點中二 像是會直闖屍體旁邊 不顧警察直接驗屍啊 還有第一集跟小蘭一起去遊樂園的時候 整個直男症發作 從頭到尾都在講自己福爾摩斯的事情 還有一次新衣為了看福爾摩斯的小說 連小蘭都已經到她家 把飯煮好了 她不吃就是不吃 她還跟小蘭說 一般的女生是一定受不了的 可是小蘭就是能夠包容這樣的她 就像她包容她那個無能的爸爸 她也同樣包容著這樣的新衣 而且小蘭就很像是一個溫柔的媽媽 會一直去照顧新衣的起居 去她家幫她打掃 然後去煮飯給她吃 就連新衣變成柯南之後 在小蘭的世界裡面 新衣已經消失了 但她還是每一個月都會回去她家 幫她整理一次家裡 柯南住進偵探事務所之後 小蘭還是會天天做飯給一個 照理來說是數位蒙面的親戚的小孩 但是每天都做飯給她吃 也沒有任何的怨言 情人節在沒有新衣的陪伴的時候 雖然她會跟原子說 喔沒關係啊我才不在意咧 但其實會在背地裡偷偷哭泣 聽到新衣的消息 以為她回來了 就跑到她家去苦苦等候 雖然我們是上帝視角 所以知道柯南的處境 可能會覺得小蘭很煩 啊她就在盲名在那邊吵 可是如果你們是小蘭 能做到像她這樣的理解 包容跟默默等待嗎 再來第三個就是 新衣喜歡小蘭的時間點 很多人都覺得是小蘭比較喜歡新衣 但其實實際上是新衣先喜歡小蘭的喔 新衣喜歡小蘭的時間是在幼稚園 當時新衣就已經非常喜歡看 福爾摩斯的小說 所以一直在推理 但我覺得這好扯喔 幼稚園最好是看得懂這些啦 總之呢 當新衣到了新的幼稚園之後 她走到那個最前面 看到小蘭正在哭泣 她為了想知道這個女生為什麼在哭 於是就出現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個推理 於是小蘭就成為她與興趣連結的重要角色 而小蘭喜歡新衣是在16歲的紐約 當時他們正好碰上了銀髮殺人魔 也就是苦愛酒假扮的那個殺人魔 當時原本要被殺掉的小蘭 因為銀髮殺人魔不小心掉下去 然後小蘭想都沒有想就過去救她了 後來過不久 新衣也來幫忙 結束之後呢 那個銀髮殺人魔就問她們說 為什麼你們要救我 那時候新衣抱著小蘭就說 理論是有的嗎 欸 人家殺人的動機 人家殺人的理由 人家殺人的理由 然後苦愛酒也正式成為了新衣的親媽 各種放過柯南 然後順便連小蘭也跟著放過了 而且她也稱呼小蘭為Angel 除了上述講到的幾點之外 上一支影片來賓俊講有提到說 在日本柯愛派比新蘭派的人氣還要高 但其實她查到的資料是 2019年在日本的柯南角色人氣排行榜 跟情侶本身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我覺得是我的題目出的有點難 所以她可能沒有理解 後來就有粉絲整理給我了一份 就是在日本 新蘭為什麼是國民CP的原因 所以我也在這裡一並順便整理給大家看 第一個就是在日本的時候 日本官方曾經出過新蘭的結婚申請書 而且是具備法律效應的 再來是2018年的一個動漫CP排名 新蘭是排名第二 柯南總共上榜了四對 新蘭 赤安 平和 安科 但是卻沒有可愛 赤安 第三個是 2019年休學旅行篇播出之後 新蘭沖上了日本推特趨勢的第一位 TV播放結束後 媒體報導的標題是 神回大返響 而且在紅色休學旅行篇 新蘭正式在一起之後 媒體還有相繼的註貨 日本動漫雜誌的玉三家 Animedia的2019年2月號 就是休學旅行播放後不久 給到了新蘭的封面 在2017年的第一千話 Sunday粉絲票選最喜歡的 柯南十大事件 1到10的排名是 匪色的序章到真相 人魚失蹤記 月光殺人事件 福爾摩斯莫世錄 也就是新衣表白的內部 震撼警視庭1200萬人知 櫻花般的回憶 也就是新蘭的初相遇 再來是 柯南與平次的戀愛的暗號 工程新衣紐約事件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小蘭發現自己喜歡新衣的那一段 漆黑的神秘列車 生死一瞬間 就是柯南第一次變回新衣的時候 10個事件中跟新蘭相關的有4個 但是可愛的是一個都沒有 2019年官方推出的 Love Plus SDP Love故事總選舉投票 第一名 紅色的休學旅行 第二名 福爾摩斯莫世錄 第六名 是生死一瞬間 新衣回來了片 跟約定了場所片 第十名 是工程新衣紐約事件 第十四名 生死一瞬間 洞窟的偵探團片 還有富商的名偵探片 第十九名 是櫻花般的回憶 新蘭三十占五 總計是六分之一 還有日本網友票選最喜歡的動脈KISS場景排行 新蘭居然排在第二 再來是Google搜尋區 是新蘭 柯哀 赤鞍裡面 查資料之後 我最訝異的是 赤鞍居然是近年來在日本最火紅的柯南CP 最後我想說的是 其實我覺得柯哀派跟新蘭派 不需要吵架吵成這樣 我覺得大家有一大部分不支持新蘭派原因是因為 小蘭很煩 很愛哭啊 很需要心意救的感覺 但其實我看完漫畫的全套之後 雖然還沒有結局啊 我說就從第一集一路這樣看到 第九十七 九十八集 我覺得比起她可憐兮兮的樣子 小蘭更常展現的是 她看起來很善良節 用勇敢的特質 例如滿月篇 在輝原自己跑出去想要同歸於盡的時候 小蘭從後車廂裡面跳出來去救她 還有輝原生病了的時候 小蘭也會煮粥給她吃 而且甚至小蘭自己就是可愛派 對於輝原來說 小蘭算是跟她的姐姐很相似的存在 在漫畫中是可以感覺到 輝原其實是很喜歡小蘭 而且也害怕小蘭受到傷害的 所以如果可愛派不斷的攻擊小蘭 我相信輝原應該也會傷心的 至於很需要心意救的這個形象 我覺得大部分是受到劇場版的影響 因為劇場版為了讓劇情變得更順利 或是更好看 通常到最後都會是小蘭倒在某個地方 然後 蘭 已經沒事了 大部分都是這樣的劇情 但實際在漫畫中小蘭真的沒有那麼脆弱啊 而輝原跟柯南的關係 一個是人生充滿黑暗的人 一個是人生勝利主正義感多到滿出來的人 他們兩個唯一相似的地方 就是都吃了那個藥都被黑衣組織陷害 所以他們的故事先一直處於在一個對抗黑暗的感覺 這麼兩極化的兩個人 比起愛情我覺得他們更像戰友 在柯南的幫助下 輝原也漸漸的走出陰霾 但我覺得柯南只是最一開始給了他一個救生圈的人 就是告訴他說必須要面對自己的人生啊 要面對自己就是自己的身世啊 不要逃避啊等等的 可是我覺得真正讓 讓輝原的心慢慢變軟的 是博士 少年偵探團 還有比護龍佑 不單單只是柯南的功勞 我認為這部作品如果讓他們有愛情的話 反而是有點破壞了這場關係 而且像新衣那麼中二的人 哪配得上輝原啊 要配一下輝原這樣漂亮又有故事的女生 好歹也來個刺警秀衣 不然就是暗勢透吧 或者是比護龍佑我也覺得還不錯 而推理狂攻城新衣 就交給溫柔的小藍照顧吧 好啦啦 我終於做完新藍特輯了 最後無論你是可愛派或是新藍派 都沒有關係 反正主要是每個主角都有美好的結局就好了 對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說到這囉 掰掰 掰掰 通常到最後都會是小藍倒在某個地方 然後 心意 心意 然後心意就會 亂 大部分都是這樣的劇情